花莲第三大稻米产区的光丰地区 稻米品种多元 而光丰地区农会也积极提升稻农生产技术的品质 祭出了重赏来开办今年度的稻米米植评鉴比赛 最后总共有十位农民角株 最后结果由杨金财三连霸 蝉联冠军米王的宝座 经过首轮的田间考核后 十位光丰地区的水稻农入围第二阶段 十位官能评笔 米的口感还有它的香味Q度来讲 这次的整个它弄出来的稻米的口感跟香气都大概很相近 精明度的比赛跟品质大家都非常的一致 所以评审人真的是难闻上下来就是非常逃避 这次包括业界代表及县府辅导单位之外 农该场与农粮署就专业品评项目进行高规格品评 也发现光丰地区的稻农生成的稻米品质 与欢迎南区大米昌的水准不相上下 也相当具有潜力 今年刚吃完预期农会的跟我们光丰融会的 那其实如果说吃起来 跟大家老实讲其实真的差距不会太大 我们光丰这边的米一直很好吃 但是其实如果从分数来看的话 可能主要是在一些规格的分数 或者是蛋白质的分数跟其他农会有差而已 其实我参加那个评件的部分 我有参加过蚊蛋 我有参加过西瓜 但是我必须要讲 稻米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个评件 为什么 因为大家的品质都非常大 而且差距非常小 经过评审团严格评比 台本朗部落农民杨精彩 完美呈现台梗二号稻米米利Q弹 奔卫家的特性 以88.35分的高分 三度蝉联光丰地区冠军女王的宝座 也将代表出征全国赛 他想突破是说 想说用其他品种 或比如说147啦 那些192啦 那些很像在我的手感里面 很像不太适合 所以说我们从开始到现在 比如三种子来给他好欢迎 光丰地区农会从2014年 开始办理米质竞赛 借此提升农民稻米生产技术 彼此交流学习之余 也藉由参加全国赛事 来提升光丰地区水稻市场 能见度以及知名度 因此农会也祭出重赏 二三名分别颁发23000元 以及12000元奖金以致鼓励 而35000元的冠军奖金 则由今年度的米王杨金才带回家 记者时宇兰光复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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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